一一的这个刮糊 这个字串 那其实只要你工作里面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某个储存歌里面 你可能需要在某个符号的前后 你要抓什么资料 其实都可以用类似的范例来解决 那当然要一次性的解决并不太容易 一般人要把这么长的公式写完 没有错误 可能性太低 所以基本上我是把它拆成四个部分 也许分别在低到居栏 那我就多做一个上面的那个步骤 我就把它写上去 第一个就是抓钱刮糊 那我怎么知道抓钱刮糊的位置在哪里 那当然你可以用插入函数的方式 找到那个fine函数 你就fine fine什么 特别是要 这个fine函数里面 它会跟你讲说 我需要一个两个三个 那三个参数呢 分别是fine 你要fine什么东西 fine钱刮糊 wish in在哪里 在这个格子里面 所以你指向那个格子的位置 那还有第三个是star star number 就是你要从哪个字开始找起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空的 没有加的话 它就从头找 但是 像刚刚有一题是 有第二个刮糊 那你如果要找后面的刮糊 你不可能又从头开始找 因为从头开始找 它又找到那个第一个刮糊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什么 第一个刮糊的位置 再把它加1 就可以放在这个star 它就会再往后找 找第二个 有没有 第二个找到的位置 再放在那个star number里面 然后它又往后找 可以用这种方式 反正就让它一直往后找 往后找 但是如果你空下来 它就是从第一个字开始找起 大概是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过 那个另外一个函数叫search 那差别只是在什么 在fine函数是区分大小写 可是search呢 是不区分大小写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 主要是中文 英文的部分 其实中文没有影响 瓜胡那些符号也没有影响 主要是英文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其实不是英文 你用fine跟用search 其实没什么差别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未来如果你有区分大小写的话 你用fine 但是如果没有区分大小写 那你用search OK按确定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 钱瓜胡 所以你打个钱瓜胡 理论上是前后要加双引号 不过这个fine函数很贴心 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所以你打一个钱瓜胡就可以 那V10印就是 你的那个资料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第三个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我们这个地方预设是1 第一个字开始 那如果省略的话 那就是 那我们就省略好了 从头开始找 因为只有一个瓜胡 OK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如果有找到 它会告诉你第几个 可是如果没找到 它会用什么讯息告诉你呢 它会用一个错误讯息告诉你 那那个错误讯息 类似长这样子 请Value 告诉你说 里面找不到 它不会说 告诉你找不到 它会用这种讯息告诉你 那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有没有 这次又找到 1 2 3 第三个 没错 这个也是第三个 那这第六个 那这个也没有 所以它会value错误 这是错误了 所以刚刚不是有个ifl ifl那个函数 就是要把它过滤掉了 因为这东西 当然你让人家看到 会觉得怪怪的 这什么东西 OK那后瓜胡的位置呢 当然跟前面的这个方式 基本上差不多了 所以我把公式复制一下 拿这个公式来用 那后面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后瓜胡 有没有 这个fine 这个后瓜胡 在A2里面找 一样找不到 那后面的话就找到了 第九个 然后 第三个第九个 所以呢 如果说我要切 我要的资料的话 那我势必就是怎么样 从什么 从这个 这个这个 瓜胡内要怎么抓 然后因为我已经知道 位置的 其实从这边 会比较 从第三列来做 好像会比较 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你可以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前面有用过的 那个MID函数 这个MID函数 这个 其实就是MID 从中间 OK 再来的话 它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找什么资料 找这个资料 从第几个啊 那从这个第 什么呢 从这个 前瓜胡的位置 再怎么样呢 加一嘛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从第三个 开始找的话 那它就会 直接 找到的 找到的是 那个 瓜胡的位置 所以你从第四个字 开始找 四五六七八 有没有 四五六七八 刚好的话 所以 后面要找几个 那当然 你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 把后面 最后面 这个 第九个 第九个字 第九个字 怎么样 再扣掉 扣掉什么 扣掉那个 第三个字的位置 OK 这个地方的话 第六 就是说 从最后面 瓜胡 再扣掉 前瓜胡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会发现 其实 最后面 你会想说 那这个地方 到底答案 对还是错 因为这个扣掉 这一个 实际上 它后面会先 预览给你一个 最后的结果 假如说 你今天给我的是六的话 就是它减完之后六 后面呢 会预览一下 让你知道说 最后结果 大概长这样 不过你会发现 好像多个什么东西 后瓜胡 也就是多一啦 所以这个数字 如果多一的话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再把 因为这个是 总共要抓几个 多一个 那就减掉一个 就好了 第三届冠军就出来了 OK 所以当然切位置 有时候 这个你要去算 很麻烦 不过我是觉得 在Excel里面 它这边提供一个 还蛮不错的 就是预览 预览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知道 多一个或少一个 有时候要算一个字串 还蛮麻烦的 所以你就干脆 用这样的方式 知道说 切出来 我们就多一个字 那就把它扣掉就好了 OK 好了之后的话 那按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你不用急着去 把你要做的 其实这个公式 并不会太复杂 主要是有点问答式的 你就给它它要的 它就给你正确的 所以按确定之后 第三届冠军就出来了 那当然 上面是因为 它没有这些啦 所以你如果上面 向上填满的话 它最后还是 V的错误 所以一连串都是错 因为找不到 那如果底下的话呢 如果当然里面有 刮户里面的资料 那它 它当然就帮你 抓到的是正确的 这个一样没有 所以是Value的错误 那当然未来 你不太可能说 你把 这一个 这样的结果 秀给人家看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 要不就是怎么样 里面干脆把它空白算了 不然的话 你加一个这个东西 感觉怪怪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点事情 如何把 有错误的部分过滤掉 那有错误的过滤 其实在 ifl那个函数 它不是只能够过滤这个 其实只要你们看到 很多什么 你们很多紧开头的 常常是什么 用Value函数 找不到 它就 NASNA NASNA 那个是NASNAVAILABLE 找不到 或者是有时候 你参照错误的话 它会有个紧 什么REF 类似 类似这种 很多啦 那那个 过滤 能够过滤什么 其实 ifl它是两个函数 所构成的 那个函数的话 一个是if 当然没问题 一个是isl isl 你找 我找全部 全部里面的话 它那个 类别 我一点 不太记忆 它应该在 你打一个那个 isl is开头 其实它是这个 if加isl 两个函数的综合 以前要用if加isl 其实很麻烦 所以它后来要多一个ifl 把这个给更简单一些 所以我们基本上 不要用两个 用一个就好了 它能够检查什么 你会发现它底下 会出现什么 是否错误就这一个 有没有value错误啊 这个就我们刚刚出现的 还有这一个 这一相关的 有没有这么多错误 那也就说 如果有这些错误的话 它会帮你做过滤 那怎么过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只是因为 我要让各位知道的这些 因为在那个ifl 它在逻辑 逻辑里面它没有显示 所以你不太知道 那个里面到底 有哪些可以过滤掉 那我只是显示给各位看 当然将来 如果你要过滤于 那个刚刚错误的话 你可以用ifl 这个函数 那怎么做 按确定之后 那我要怎么过滤它呢 有不要放这边 插入函数 逻辑 ifl 现在蛮好找的 那它只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value value指的就是说 你的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一个是valueifl 意思就是说 如果里面的值 有这种错误的时候 那你要做什么处置 OK 那你想说 那如果valueif 就是没有not error 就是不是错误 不是错误 它就照原来的方式输出 也就是说它只会过滤什么 有错误的时候发生 那没有错误的话 它就是照原来什么资料 就帮你丢过来而已 所以呢 ifl 按确定 那value我就把 儲存格里面的资料给它 让它判断一下 那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变成没有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变成什么 发生错误啦 你可以丢出讯息 可是这里我希望很简单 反正你就帮我什么过滤掉就好了 过滤掉就是不要有任何东西啦 反正就是帮我空的就空的 OK 那空的我前面讲过啦 在那个eSale或VBA里面 空字串 OK 就是这样的 两个双引号 就所谓的空字串 就没有的意思 OK 这个地方指的没有是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你要必须要打这样 你没有文字不能空下来 空下来 它会发生错误 OK好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那你会发现 刚刚的Value错误呢 被过滤掉 变什么 变没有 没有资料 对不对 那如果你向下点满 底下对的 它还是照样帮你把它抓过来 但是不对的就变成没有东西了 OK好 所以分成四个阶段来做应该会比较清楚吧 这个应该比你一次全部做完来得更清楚吧 所以为什么这上面的东西怎么来的 实际上 你可以先做先Find前面的 有没有 然后再Find后面的 再把它外面再包一个MID 剪下来嘛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嘛 你可以先一步骤 剪下来 然后一步骤贴上去贴上去 然后呢 再慢慢怎么样 拼凑之后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试看 反正就是说 一 这个单你可以最后再把它删掉 自己重做一遍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全部做完的话 很简单嘛 反正就是做完之后 你就在这边呢 重新把这个公式套用在这边 然后把需要的东西呢 怎么样 再把它改一下改一下 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那因为这个公式 其实还蛮涌长的 所以我 当然有些同学 程度好一次做完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一次没办法做完的话 一样嘛 可以参考什么 云端白板 我们这个连接 还记得位置吧 OK 然后云端白板里面的文字函数 151这个 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里面的话 其实就有刚刚的最后的完整的这个答案 那包含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是一个完成的画面 那我也有把它分成 D1FG 这几个 然后公式在这里 123 所以你刚刚做的 如果假设有做出来 困难的话 参考一下 那最好是一定要 反正无论如何啦 回去啊 这东西其实说真的 要一定要回去 再做过 就是把东西都删掉 重新做过 确定你是 都做出来 才算是 真的学会 但是 仅限于范例题 再来你就要想说 你工作里面 有没有啦 有的话 有类似的范例 反正你就把它派上用上 多又做几遍之后 这个东西 就会 熟能生巧 很快啦 闭着眼睛都会错了 真的 没有 真的 熟了之后啦 真的就是 看到这个 别人还在那边 想说怎么做的时候 你大概已经把事情 给解决掉了 真的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会跟不会 真的差距真的还蛮遥远的 效率真的是 我是觉得差很多很多 因为不会 如果不会这些东西 资料量力多的时候 哦 那真的是不行啊 不过还是真的有人这样做 我真的很佩服 我说 因为我在看到有人 就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但是 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也不可能 改变什么吧 有些当然 除非它是你 你的 可是你底下人 你也没办法说 我来教你 那每个人都要你教的话 倒不如叫他们来上课 还比较快 对 上个课 基本 基本东西至少你要会吧 这个叫做 基本的常 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 以前叫知识了 可能慢慢会变成尝试了 尝试是你要 你会是应该的 知识你可能还在学一下 所以这个 慢慢是一种风气了 那再来当然等一下 如果说 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还可以再看一下VBA Sub跟Function 那要怎么做 其实当然最后的话 会有123 三个刮斧 我大概就是放这三个刮斧 那这三个刮斧 那你这边有答案 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像我这边是已经写好了 就是一个Sub function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是 这个建议是直接拖拉一个新的 就复制它了 然后这边改VBA好了 把它分成两个 按Ctrl键再拖拉 它会帮你复制一个工作表 一个是VBA 那VBA当然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开启那个 我们的 之前讲过的这个 制定功能区 里面的开发人员 再把那个开发人员里面的 这地方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 那比如说呢 那当然假设啦 我这个是已经写好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去撰写 也许从清楚开始 那当然这边的话 刮斧自串 就是我们写好的 把它执行 有没有 那当然如果你加个按钮就OK了 另外这个Function 是制定函数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会有一个更厉害的函数 叫做刮斧自串函数 那我就给他资料 按确定他帮我向下填满 全部就好了 这样更快嘛 对不对 不过前提是怎么样 你要把这东西给先写出来 OK 那写出来之后 其实事情就简单了 而且如果整个部门 大家都每天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其实很多因为ERP东西 或者是说资料来源 可能大家做的事情 很多都相近 其实甚至如果是部门的主管 你可以要求说 或者你自己就帮大家做好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的电脑里面都有需要的函数 那做事情不是更快很多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就是第一个 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那再想想看 全部合并在一起 后面有时间的话 画面先换个 后面有时间再去看一下VBA 在VBA前面也有讲过 不过VBA相对的是比较难 但是反正我们一直到学期末 反正一直会演练这些东西 那你演练久了 反正我想你要不熟也很难 除非说你自己回去都不练习 那你如果练习的话 我想这东西应该滚瓜烂熟没有问题 那不过是需要时间 这东西学会之后其实就一个专业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目前以现阶段来看 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在产业竞争的时候 你整个公司如果进就是效率没有提高的话 那其实说真的 这人事费用就不得了了 这每个人虽然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他花的时间很长 跟一个花的时间很短 你综合起来其实真的不花 所以人力资源 HR那个常常在评估嘛 所以像我接了很多的类似 外面找我直接找我 就是请我帮他们去做内部训练 因为他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 因为大家都会之后 尤其是部门主管 如果他有这种意识的话 他就会导入了 导入之后整个部门的效率就提高 那提高之后相对的 这样的绩效也会比较好 另外跟那个其他的公司 或者其他部门竞争的时候 其实才有办法有一些显著的地方 让他一看 对这都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在早期的那种传统的方式 跟未来的这种 这个叫什么自动化 其实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跟农夫种田嘛 你慢慢插秧 跟人家机械化 全部弄好了 对不对 那根本就 所以现在很多农夫 甚至之前看到报道 甚至还念到那个农学 博士的回去种田 可是你会发现 念到博士你回去种田 他不一样哦 他虽然也是农夫 可是他很聪明 他会去找很多的机械 很快的 所以他那个什么 一些稻米的竞赛 他通常他都拿冠军 而且他的米 卖出去的价钱也比别人高 再来说他的那个 米的那个产量 相对也比较高 因为虫害也比较不容易发生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把那个刚刚讲的 一百五十一这个部分 先试着做出那个一到 总共四个阶段 反正这个按部就班 那如果做完之后 你跟刚刚能不能把它 四个全部再凑在一起 变成一个 那再来就是再去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VBA 好 好